如果本身眼睛比較泡泡的女生 她很適合用這種霧面的粉色 我發現她的刷型很特別 欸 她是有點像是 波形的 對 曲面 感覺好像可以完全的服貼在我們的臉型上面 是唇膏 有看到的 用過嗎 這個超厲害 我跟你講喔 你看它裡面有兩個顏色 它是最近日本超紅的 如果你想要有氣色或想要搭底的話 它可以一次完成 它是有鏡子的品牌 對 一般的唇膏不會有鏡子 它唯一有鏡子就是這一盤 你要補妝啊 或是在外面化妝都非常方便使用 我還看到一個很厲害的東西 什麼東西啊 韓國最厲害的唇膏 超級顯色的喔 就很紅 而且顏色超飽和的喔 它其實你這樣上的同時啊 它其實裡面很多保濕成分 你再怎麼上 都不會很乾喔 而且霧面質地很漂亮 對不對 其實我有偷偷用 它其實很多顏色都還蠻適合男生用的 一個比一個還豐富 對啊 欸 我看到厲害的 這一個 它是那個日本的一個名模 它自創的品牌耶 對 對 來康斯美就好啦 這是那個 濃密型的 濃密型它會做這種彎彎的 對 這個是那個 很火紅的1028 它有新出的那個眼線液耶 顯色度怎麼樣 顯色度 欸很好畫耶 它出水量很穩耶 而且它這個咖啡色是帶那個 墨中的 畫起來蠻自然的耶 你想看它黑色嗎 打開來看它 因為黑色我覺得很重要 如果說它 黑色不夠飽合 而且一定要好畫 對 欸真的很順耶 你看 我反手畫都很好畫 我畫一隻 你去其他方類嗎 喔 這樣很好 謝謝你 謝謝你 都是底妝耶 底妝類的 這一隻 這不是韓國超夯的那一隻嗎 它跟對 還是氣墊 它長的跟氣墊不太一樣 它是有肩頭的耶 水滴型 它是粉底霜啦 它不是氣墊 因為他們家最有名的好像是氣墊 對不對 他們吃了個新的 對 來來來來 對啊 你膚色好深喔 感覺體量效果很好 應該 妝效會很明顯 唉唷 唉 這根本就你的救星耶 唉 瞬間提亮喔 對啊 修你的蠟黃跟暗沉 欸好好聊天 效果也太好了吧 還有一個重點喔 它裡面還有一個補充蕊喔 超級划算的 唉唷 這隻 也是超夯的那個微物款的粉底液耶 有丫頭 他以前是沒有丫頭 對 更方便的 天啊超好推的 唉唷 光用手推就超貼的了耶 我記得那時候他也是說 他設計給比較偏有肌膚 但他完全不會乾 對 所以他是整個微物光澤耶 超棒的 而且他可能在細數感覺 在現在這個季節 好像也還蠻適合的 22期就夠了 對啊 他更保護你的肌膚 完全不會說他紫外線傷害 很吸我眼睛 2020日本新出的腮紅 而且他的那個話題啊 熱門到就是延燒到2021 哇 他有做兩層設計 可以放他的刷子 很貼心耶 很貼心 而且你們可以看一下他的那個漸層 漂亮 我看 他漸層很美 可以斑色也可以雙色 微微的珠光 閃亮感 對 氣色感覺會很好看 這個顏色 我剛才發現我箱子 有一個 發現一個限定色 喔 他也是粉紅色的 而且是眼線膠筆喔 而且這樣子聽起來 感覺也蠻符合今年的春夏趣事喔 對啊 而且他的很細耶 有 很細 很細對不對 他的顏色很特別 對啊 而且他是限定色 裡面還有什麼 還有眼影 他的話是粉色系的 那他從淺到深的色系非常的豐富 而且啊 他裡面只有兩個珠光 所以說如果本身眼睛比較泡泡的女生 他很適合用這種霧面的粉色 沒錯 然後珠光用點綴的就好了 對 沒錯 他真的是紫色的 對啊 很漂亮耶 好夢幻的感覺喔 對啊 很舒服耶 完全不會紮 不會刺耶 我剛才拿出來直接上臉 因為我覺得 我想知道他在臉上的舒服度是不夠的 我發現他的刷型很特別耶 你們有看到這隻嗎 好有趣 他是有點像是 波形的 對 他這個主要特色是在說 他的抓粉力跟試粉力其實都很 表現很好 對 而且他上面有特別就是講到 他其實有高達130%的就是試粉力 是 所以他應該是一個還蠻精準的 對啊 所以他 曲面還蠻 感覺好像可以完全的服貼在我們的臉型上面耶 對啊 太好 你現在是很享受這個過程是不是 對 快睡著了 那大家都選好你們的彩妝品之後 我們就用這套專業的彩妝刷 來打造今天的仙女裝吧 好喔 我今天使用的是 Neverly的Fimi粉底液 它是微霧光質的質地 所以乾性肌或有性肌都非常的適合 再加上他的粉體呢 非常的細緻 所以在修飾毛孔的部分 效果是非常的好 刷具的部分 我們今天使用的是 BVI的粉底刷 他的刷毛比較特別的是 是使用專利型的圍巾絲 所以他的刷毛非常的柔軟 而且毛量也非常的濃密 在刷的過程中不用擔心會有刷痕 如果是比較喜歡清透的感覺呢 就可以使用推的方式 這樣底妝就會比較輕薄服貼 很簡單就能打造出時尚的陶瓷底妝 今天眼妝的話其實在2021的春夏秀場上非常的常見 就是利用眼影跟腮紅做一個結合 在選色上其實只要選用相同的色系 眼影的話用單色去做暈染 腮紅的話只要選用跟眼影相同的色系 做一個堆疊跟漸層 他其實跟我們平常知道的眼下腮紅有點像 或是賽上妝 那比較不同的是畫法上 賽上妝是比較像平式的 我們今天畫的話是利用西字型 在眼窩的附近 慢慢的往太陽瀉做一個漸層跟堆疊 那其實在今年很多品牌都有推出 例如像是特殊色的眼線膠或是眼線液 那像我們今天使用的是粉色系的眼影跟腮紅 這樣我們用紅棕色的眼線膠 它可以達到一個很完美的融合 但同時可以帶給我們眼睛有不同的深邃度 因為今天的眼妝啊 讓我們使用了比較偏單色的眼影來做一個漸層 那要讓我們的妝容更有層次感啊 我們可以使用雙色的唇膏來創造出咬唇的漸層感 那首先呢 我們可以使用大家手邊一定都會有的玫瑰色系 來做一個大面積的打底 再利用就是這次的 CLEO的一個霧面質地的蕃茄紅色的唇膏 在唇中這樣做一個疊擦 我們再使用BVI的圓椎妝的刷具做一個陰藍的動作 完成之後這樣會讓我們妝容看起來會更和諧 而且非常有質感喔 是